我们三个一块开这家店 股份绝对不能平均分 凭什么不能平均分 我先说明我当老大 我拿51% 你拿51% 我也投钱了 你想拿 你多出钱 不然的话 你三成我三成他三成 到时候遇到事情 谁来拍板 行这可以 这个过了 还有第二个 你是投资人 我是投资人 他是店长 他要多拿3万块钱一个月 要多拿3万块钱一个月 你请别人过来当店长 是不是也要给别人发工资 凭什么不能给他呢 你没拿他当自己人吗 行 行 来 行 来 第三个 我们一定要设定好 股权分离协议 现在我是51 你是29 他是20 但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听他的 股权你最多 我们要听他的 对 我愿赢 他虽然拿了股权最少 分红也最少 但是实际掌控的决策 要由他来决策 因为他是站在一线的人 你每天会过来看店吗 我不会 你不会 你看你那么懒 你看店都不看就知道分钱 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来做决策 你有背 来 第三个 以后这个店如果不赚钱了 退股怎么退 店还没开就想退股 那如果不赚钱了 你会不会想逃跑 我问你 有可能吧 如果到时候啊 他想跑了 我们就给他退2块5 哦 让他跑不了 退股才退我2块5 凭什么 凭什么 你想你说你投了几十万 退你2块5 不愿意是吧 那肯定不愿意 我来告诉你啊 既然已经不赚钱 你又想跑掉 我们的本金不是本金吗 就你的钱是钱啊 大家的钱都是从银行带过来的 到时候你跑掉了 我们两个想办法 钱都没有了 怎么救活这个店啊 最后就剩我们两个 还有我的助理相依为命了 没有问题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 那要聊一聊赚钱怎么退股 啊 赚了钱还退股啊 万一你赚了钱 你难道心里面就没有想法 你要跑出去再开一下店 或者说你要退休啊 我给你讲一下 今年你把本金赚回来了 明年你想退股了 我只能给你这么个退法 打折退 第1年 起5折 第2年 5折 第3年 2年5折 第4年我股折 凭什么 我问你 在你想退钱的时候 已经赚钱的情况下 你要退股 你本金肯定赚回来了吧 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你买过车吧 买过 我看你都不止一两辆车了 那车是不是马上就贬值了 手机刚买第二天也贬值了 这个店一年之后 贬不贬值 要不要重新装修 设备好财座椅 是不是也折旧了 你折旧钱怎么算 没问题 而且不能一次性给你退完 如果你要跑 我要分6次给你退 还要分期啊 投钱的时候没分期 现在又分期又不满意了 是吧 来我跟你解释一下 就是为了避免 有一些小人 你不要指我 不是指你 有一些人呢 他就赚钱了 想去隔壁开第2家店 员工撬走啊 把设备撬走啊 把重要的资料的撬走啊 最后把助理也撬走了 到时候生我一个人 我怎么办 所以说我们要约定好啊 方圆5公里之内 不能开第2家同类竞争的店 有关于保密协议里面的 所有资料跟设备都不能撬走 技术也不可以 挺公平的呀 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如果不是 我们就下一项 最后一项啊 每个月假如我们挣了100万 那么这100万 我们要留20万出来 做你小金库啊 不是做我小金库 哎呀你这个 你怎么做事一点商业思维都没有啊 我问你有一天口罩来了 我们发不出工资了 大家都不愿意给 到时候店黄掉了 怎么办 这叫风钱储备金 除了大股东可以动 其他都不可以动 哈哈哈 哦 那我既然能够做这个大股东 你们是不是都要信任我啊 那肯定啊 那今天事情 你要跟我们商量吧 肯定要跟你们商量呀 那我们是不是也有否决权 在哪边的脸